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高烧研究所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波 直播带货 不对 这个应该是过去使用的墨镜分享 从很老开始吧 这个大概十几年前买的雷鹏 传统经典款 打球不推荐 有点滑 而且看上去很不专业 最重要的是不帅 然后这个是买的第一副 奥克利的算是高尔夫眼镜吧 优点就是看上去非常专业 虽然不帅 但是很专业 然后它跟普通墨镜的区别 一个就是镜腿都有橡胶的防滑 汗多的会比较需要 第二个镜片可以换 虽然我从来没换过 最重要的还是看起来很专业 尤其是这么戴的时候 是不是很装逼 买它 第三个这个其实是 我有的墨镜里面 最适合打球戴的 之前给大家做过 专门的U-Swing 墨镜的评测 这个墨镜有很多好处 一来在室内也可以戴 开车也可以戴 它不会降光很强 当然太阳大的时候也没问题 同时它又减少炫光的效果 最重要的就是视距差会比较小 我以前有一种感觉 就是戴墨镜打球的时候 我会比较容易打身打浅 甚至打橡胳 但这个墨镜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挺神奇的一个 专门为高尔夫设计的墨镜 唯一缺点就是稍微有点贵 然后这个是今年新入手的 BOSE的墨镜 然后它的镜腿里面 内置了两个小音箱 所以可以边走路边听音乐 不是很推荐打球佩戴 但是平时出门戴娃非常方便 买它 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POLICE的 我现在比较喜欢POLICE的这个墨镜 首先浮夸一点的 这个像传统的飞行员墨镜 但是眼镜上能浮现出两个骷髅 同样也不是很推荐打球佩戴 但是平时戴着挺酷的 这副是最近带的比较多的 颜值非常好 然后虽然它跟我所有衣服都不搭 但是它本身就非常酷炫 所以感觉不太需要搭 非常好看 然后跟它同款的 我还有一个蓝色的 这个是我更喜欢的一个配色 因为我大部分衣服都是蓝色或者深色的 颜色本身就会比较搭 同时这个镜面反光的效果我很喜欢 所以是所有的 我觉得颜值最高的一副 然后这个是汉密尔顿款 就是F1赛车的汉密尔顿 然后他们管这个叫面罩 看起来是像一个面罩 中间是一体连起来的 整个的一个眼镜的感觉 效果非常的酷 同时我也有另外一副橘色的 如果穿的衣服颜色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话 也会戴这一副 然后眼镜这部分 可能就是只有会跟脸型有一点搭配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总结出来发现 基本上就是大一点的墨镜 会比小一点的墨镜 看起来更显脸小 是不是很深奥的科学道理 所以这一副是Police的 我觉得比较大号的眼镜 但它不宽 它比较窄 上下比较长 和以前的这副雷鹏对比一下 是不是这样显得脸大很多 这样是不是就好很多 有区别吗 好犹豫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几个比较经典的款式 这个是中间有一个金属边的 这也算是Police的经典款 其实之前美国队长2里面 Tony Stark 戴的那副挡子弹的眼镜 也是Police的 虽然我没有一模一样的款 但是这个是比较接近的感觉 最后还有就这个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 但是这个比较推荐脸比较宽的人戴 因为非常的宽 然后脸大的人戴 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而且主要是非常非常非常轻 跟羽毛一样 还有没有什么 没有介绍到的 应该都全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些墨镜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买它 买它 我们下期再见